这些我马上就到了 乖孙儿 爷爷 干嘛 你看这是最近大火的女明星李立安 我看了他所有的节目 温柔善良 当你的狗财夫人 正好 爷爷你追星可疑 你把宅子借给他拍广告 我也同意 但请你不要干涉我的个人生物 什么叫干涉 向泰找郭比婷 我找立立安 没毛病啊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发 谁 管家 立立安 立立安记组马上就到 我亲自打理花友 你先会客 是 一会儿一起吃饭吧 抱歉 我闺蜜受病了 我得替他顶班 当一天明星助理 你替他去 让立立安 乖 别的别过调啊 有钱哪 还能见明星 算马上这好事去 来 立宅 这个就是价格 十二亿 私人缘灵啊 啊啊啊 顶班的 看什么呢 还不赶紧把早餐给立立安拿进去 哦 好 立立安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生煎 尝尝 多少钱啊 二十块钱 但是不用你给我包箱了 我请你 这种廉价的猪食 你敢给我吃啊 早餐标准六百几 才能配得上我 我可是大明星啊 就这个原理 从来都不对外开放 要不是这的主人是我粉丝啊 你这辈子都进不来 赶就这么伺候 好 我重新给你买 六百几 啊 立立安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可以给你泡了金瓜共茶 金瓜共茶 一听就是穷人喝的东西 什么档次 你配做我的粉丝 爷爷 我看看 没事吧 你要不整几个中药喝一下呀 你其实穷人 还欺负一个老 你这病子不轻的姐妹 我看看 你这顶班的也敢阴阳我 想让你的闺蜜丢了工作吗 那我们不能算 要欠满了 这样 一会拍广告呢 你是借一只冰春春手镯 价值一个亿 刚好赔我 要是借不来的话 你的闺蜜可就要失业咯 借一个亿 完蛋了 我这上哪去掌这个手镯呀 你说的是这个 我的天哪 爷爷 完全一模一样啊 这个难道是你家老爷的藏品 不行 咱们不能脱这么贵的东西 没事 我家老爷看你这么善 肯定愿意借给你 王老怀疏的 哈哈 我一定会好好爱惜他的 像爱惜我的生命一样 爷爷 你借给我手镯 我请你喝茶百道吧 茶什么道 这是我给爷爷的 干嘛 真不错 这么好东西不早就买给我 还自己藏着 让你去借的手镯借到了吗 给你 你还真借到了 能借到这个手镯 都是爷爷的功劳 什么意思啊 这老头子借的 那这一定是假的呀 你竟敢让我带假货 宝安 把这两个吃贵也给我扔出去 爷爷 我保护 你让我一个人 老爷 你就是这十一元类的主人 那这手镯 是真的 我给你算一下 这个手镯价值一个云 好好保养身体 争取活到两个月 勉强团队 爷爷 你就饶了我吧 你不是我的粉丝吗 爷爷 我已经饿了 我现在是你的头号黑粉 爷爷 我错了 爷爷 就饶了 爷爷 对不起啊 这么贵的东西 没事 这个手镯原本是一个 现在这只摔了 另一只就是肚皮 这只应该两亿啊 爷爷送给你 做爷爷的新衣服了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 那可惜了 其实我真的说 太有喜欢的人了 看来你们是没有缘分了 当爷爷的孙女吧 这个手镯就当分清理了 爷爷 你等我快来认识一下 你看妹妹 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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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